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 f 是這樣的一個函數 四座 y 等於 f 的圖形 這怎麼做 我們來劃分 正乎號換 x 平方 -3x 等於 x 乘以 x 減3 剛剛大於3的時候 大於等於3的時候是正的 借於什麼呢 0跟3之間是負的 小於0是正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開始討論 第一個就當 x 大於等於3 或者 x 小於等於0的時候 這個都是正的 那麼 f x 等於多少 因為正的 所以去絕對值的話 不用加5號 就變成 x 平方 -3x 加 x -2x -2 好 那這樣畫出來的話 是什麼樣的圖形呢 實際上的圖形 就是說我給他配方 x 減1的平方 減1啊 對稱從在 x 等於1的地方 這1好 等於1的地方 然後最小值是負1 最小值是負1 最小值是負1 最低點 最低點的話呢 是說啥 當 x 是等於1的時候 對稱的軸是x1 當 x 等於1的時候 y 等於負1 所以這是最低點 好 但是呢 它是在那個3跟0之間的 這是0 1 1 2 3 好 當你呢 x 等於0的時候 剛好是等於多少 代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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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理的時候 y 等於0 嗯 這個有沒有弄錯 我們看到 減2x 減2 沒錯 這是 喔 這搞錯了 這是加1嘛 所以這應該是減3才對 3 這個 戶3加1 才是戶2 所以當你呢 x 等於1的時候 y 的話是等的 是等於那個 戶3 好 那它這個範圍在哪裡 在大1等於3 當我戴3的時候 又戴3的時候 又戴3的時候 這時候2的平方 減3等於1 3的時候等於1 那 當x 等於0的時候 它是等於多少 大x 等於0的時候 等於0是1-3 等於0的時候 等於0是1-3 是等於負2 也就是負2 這個負3 負1 負2負3 等於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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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那個負2線 大概像這個 然後 這個是 這樣子 最低點 這是虛線 然後再來 這樣上去 好 再我們看第二個換位 第二個換位是 x 第二個換位是 當 x 借於3 不要等於 上次等於的話 也是一樣的 等於的話 是連續的 小於多少呢 小於0 大於0的時候 小於3 大於0的時候 小於3 大於0的時候 那fx 等於多少呢 fx 等於 fx 這加護號 這會變成負s乒乓 比方 或是 平方 加3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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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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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xx 8-62 這時候是2 這剛剛就是1 這2甲就在這裡 這是1 這2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最高點 它就下來 最高點 2的時候達最高點 好,這個是他大概的圖形 這是第一小的 那他現在問說 方程式 這個 f等於k有四個解 有四個解 就是f等於k 就是y等於k 跟y等於x 平方-3x 加x-2 取交解 那他說有四個解 他的範圍在哪裡 他的範圍在這裡 在這一條線上面 這一條線下面 這一條線 是什麼呢 是y等於多少 y等1 這一條線是y等2 可以就是說 k如果 小於2 不能等於 等於到y就三個解 1、2、3 等於是三個解 小於y有四個解 比如說像在這裡 他有四個解 1、2、3、4 四個解 大於多少 大於1 大於1 y等於1 那條線 有四個解 比如說 k y 從1 到2 之間 他都有四個解 也就是說 y從1到2 之間 比如說 k從1到2 之間 他都有四個解 所以答案是 1到2